桃源市议员王浩宇带到机会就猛攻高雄市长韩国瑜,骚韩粉酸为什么不先管好郑文灿,他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,在桃源市政上的努力,并没有因为韩国瑜而停滞,而最新的民调更证明,真正努力做事的人,就算没有新闻台天天造神,还是能被看见,王浩宇说,为什么不先管好郑文灿,这段时间,当他批评韩国瑜时, 韩粉总是拿这句话护航,他说,事实上,这段时间他在桃源市政上的努力,并没有因为韩国瑜而停滞,而最新的民调更证明,真正努力做事的人,就算没有新闻台天天造神,还是能被看见,王浩宇指出,最新民调显示,郑文灿的满意度高达72.7%,不满意度仅12.3%,反观两个被媒体造神最厉害的市长, 郑文哲满意度46%,韩国瑜44.1%,韩两人的不满意度极高,市政成绩并不理想,可笑的地方是,这些政治100分,市政0分,整天炮打中央,在两岸关系起着表态,上任就想着求大位的市长们, 却是未来台湾社会最可能的总统人选,王浩宇无奈,会做事的人无法出头,我们的国家,真的会更好吗?并表示会继续替大家监督郑文灿,即时新闻中心, 宋和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韩称高雄以前贫贱笑不出来一元怒,你才全家贫贱,赖清德贫出涉扁牌绿尾,不至于影响总统初选政院你修法酒驾累犯判无奇徒刑绿尾红综艺,我不会支持王浩宇表示, 将继续监督郑文灿,翻设王浩宇脸书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韩国语郑文灿王浩宇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